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P Morgan的 Jamie Dimon 说 银行危机根本未完结 首先说 有财富管理工作坊网上课程开了班 可以学习到如何在通胀环境 做好一些投资理财 如何用巴啤或长距离 还有在经济下滑之前 调配好自己的投资组合 做好一些退休计划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视频简介里有连结 或者在这个描述里 看看课程资料 成功付费之后可以马上开课 4月10日之前报名有10%的组料优惠 说回今天的主题 上星期 细摩大班 Jamie Dimon 在他每年给股东的信件里 提到最近的银行倒闭事件 因为下星期他会有业绩公布 可能也要先说清楚 他认为当前的银行危机 并未结束 他说可能还会在未来几年 继续产生影响 我没有他这么资深 但我很肯定跟大家说 他不是暢淡然后骗大家的货 其实说回当投资者以为瑞讯 卖给瑞银之后 可以减轻到银行压力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上星期突然听到 瑞士联邦检察官有话说 他说已经就瑞银在国家支持之下 收购瑞讯这个案件 展开了调查 他认为瑞讯事件在很多方面 都要进行分析 以确定是否可能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行为 我也听到挺短的 不过你看看在三月中的星期五 突然间两天由借540亿 突然间就变成了折卖 也挺震惊的 我想也有很多东西在中间 走了法律也不定 瑞讯出现危机需要瑞银收购以支持 又是因为这个收购 让瑞讯的AT1债券全部报销 这些是开了非常坏的先例 欧洲计划就吵了 不过后来都收了声 因为写到明是这样的 我也说过了 也等于把这类投资工具判了写刑 也使得投资者警惕 对持有这些风险工具的银行 甚至乎基金 也要进行一些估计 也使得金融状况将会进一步收紧 金管局也说了一些银行没有做到 这些东西很少 都立刻要用这些澄清 大家立刻都会小心 投资者看到瑞讯出事 接着又看到德银的价格 股价下跌 有关德银的信贷风险 大家现在也看到什么是CDS Credit Divorce Swag 那些传统上升的时候 就会联想到德银会不会是下一间倒闭的银行 这支也曾经是九哥大概五六年前的一支灯 现在好了很多 虽然这几年德银进行了很多的重组 并且一直运作良好 我提过过去八季全部都赚钱 如果现在比较跟五年前的投资风险 是相差很远的 但其他银行会不会认为 在瑞讯事件之后 收紧对德银的信贷额 这些人不知道 如果情况恶化 可能又会急速变坏 没有事也会变成有事 就像瑞讯一样 很多人都会知道 德银其实持有42万亿的 显生品的帐篷 我们叫做swap book 仍然这些都是投资者最大的忧虑 担心德银会下一个被人推倒的 那些骨骗 我其实认为 投资者对这个显生工具的数字 被人吓坏了 我说的时候 是十倍的德国的GDP 很厉害的 但是在银行危机出现的时候 最容易招致银行崩溃 是什么呢? 就是存户和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丧失了 我会说德银暂时应该仍然能支持 能支持多久情况会恶化呢? 没人能知道 说回三月之前 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认为 我们会出现现在看到的银行业的危机 或者除了直谷银行那几个大班知道之外 因为他们很聪明 二月已经沽了股票 有大班现在在夏威夷在享受世界 到目前为止 美联储和美国联邦传保公司 即FDIC大致已经控制了 美国银行业造成的损失 银行暂时恢复正常 但问题还未解决 等于现在的Jamie Dimon说的 还未解决一样 他为什么暢淡呢? 其实他是有良心的 如果你问我 分析员也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困境 仍然要解决 但是他们和直谷银行不同的就是 中国小银行存在的问题 那个风险并不一样 直谷银行倒闭这么严重 是因为他突然之间倒错了 而中国小银行的可能只不过是 如何由银行去帮助 那个情况比较容易管理到 所以在现在来说 我们要观察投资者的信心 到底对中国好 或者是环球银行的取态是怎样的呢? 星期五十四日开始 美股第一季的季度业绩 又会由银行股打头阵 Baby Morgan、花旗、Wealth Fargo 到底业绩会怎样呢? 会不会增加将来的撥币? 这些都是投资者关注重要的数字 我的评估就是直谷银行倒闭 以及税银买入税项事件之后 其实现在是跟08年3月 JP Morgan买入Best的时候比较差不多 我相信今年大家一定要留意 XLF这个ETF的走势 也可以大概知道银行业的发展会如何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估计Jamie Diamond就是会担心 这个情况又会重复一次 大家都要小心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继续说到这几点 九哥说Patreon月费是由加入日期开始计算 无需再等到每个月的1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里面的连结 或者这个QR Code支持九哥 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市场资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